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美人一小块地 这个昨天有一点事 所以说就没有更新视频了 还有这个到了年底的事情比较多对吧 晚上也要给小淋巴熬饮 所以说我们就又休息了一天了 然后来看这一局 这一局我们是小盟军对吧 旁边是个书军 肯定不能延伸到他家里去 哎呦他要延伸到我家里来 你看到没有 他甩了一个地宝 我们这个地宝就不要放了 因为放过去也拼不赢 我放一个他等一下又甩一个 就两个打我一个对吧 哎呦这个紫色一上来就造兵你看 然后造了一个矿场延伸地宝过来 广快把地宝往后面放了 一定要往后面放 不能放在前面 放在前面他两个地宝就可以打我一个地宝对吧 哎我放在这里 你两个我也两个呀 你造兵我也造兵啊 我这直接来一个吉祥三宝 你怎么延伸过来 你看 你这样你肯定是延伸不过来的 然后我们广快出一个重宝 准备去偷紫色 这个紫色先动的时候 你们看到了对吧 我们准备把他重宝摸过来 但是我发现了 偷他好像不好偷啊 他中间门口摆了两个地宝啊 我就想去偷红色 结果红色呢又造了个电线杆 你看 这个左右邻居都不好偷对吧 都不好偷就不着急了 哎呦中间 中间被偷了重宝 你看中间被蓝色偷了重宝吧 那么左右邻居两边都不好偷的 我们这个偷就先停在这里对吧 等一下找机会 然后出一个矿场就有两个牛了 这一盘我随机到美国啊 美国的话有闪兵对吧 所以说早一点出空子部就有闪兵了 啊你看小子 你开局延伸到我家里来 被黄色偷了对吧 哦呦这个黄色 这个黄色两个重宫两片矿两个牛 感觉这个黄色对我是一个威胁啊 那么这个紫色呢 我们现在就不要找他报仇了对吧 因为这个旁边的紫色被黄色打了一下 估计会记恨黄色 你看紫色基地都没了 基地都卖了对吧 那么紫色记恨黄色以后呢 我们看看就不要干预这边了 我们看看要不要整一下红色 但是这个红色丁线杆两个不太好整 哎看这方面 看上面淡蓝色在打蓝色对吧 这个蓝色好像守不住了 而且这个蓝色呢 偷了中间的粉色 粉色也记恨他 你看到没有 粉色要跟淡蓝色两个人联手 你看两个人联手打这个蓝色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偷呢 既然造出来了 贼不跑空对吧 我们看看要不要偷一下中间的粉色啊 感觉偷其他人都不好偷 红色紫色都不好偷 只能偷粉色了 然后粉色跟淡蓝色两个人联手 一起去打蓝色 你看到没有 蓝色守不住了对吧 我们广快设个路径拐过去 哎呀这个偷 这个笨头你不要拐弯了对吧 不要拐到紫色家里去 然后粉色家里没坦克 我设置这个路径偷他中工 但是我看到他家没坦克 我直接偷基地 哎你舍不得收 直接把基地摸走啊 他摸走了以后呢 粉色打了一个顶号对吧 你被我偷了基地 他就没有视野了 他看不见我家 然后他想过来对吧 你过来我就甩一个地摸 这个我是主战场 我不怕你的 而且我们有了空子波 就有这个免费的闪兵啊 管快把闪兵投过来 感觉这个黄色发展的好 黄色两片矿 这个紫色找他报仇 好像打不下来啊 你看 这紫色坦克全部死光了 然后这个粉色呢 走这边打不进来 他想走这边打过来对吧 走这边打过来也没用 我这个门口有吉祥三宝 你出去了 我直接把你中弓摸走 这样你没有基地 没有中弓 他就没有防空了 我只要出一个飞行兵 这个粉色就没了对吧 他没有防空 他只能冲啊 不冲不行 然后我们这么多散兵 还有地宝 还有坦克 你冲得进来 你看 你光顾着去打人家 不顾着自己家 被我偷了对吧 直接就没了 没了以后呢 现在我们广快把基地拖到这边来 开发两片矿处 这个打小块地有矿的 一定要想办法开发两片矿啊 不然的话经济不太好 然后地图上只剩下四个人了 这个小红呢 他家里没坦克对吧 就是一点 就是一点这个散民啊 我们广快在后面来造一道围墙 造到围墙防止他这个散民搞偷袭对吧 我估计红色的肯定不会打我啊 有可能会跟那个大男色打起来 他们两个呢离得近 我们呢就准备打这个小黄对吧 因为我感觉他对我有威胁啊 这个小黄 这个小黄是犀牛坦克两天矿 而且他已经有三个牛了 三个牛还是四个牛 我们也广快补牛车 也准备造到四个牛啊 再出一个矿场呢 就有四个牛了 他两个这么多 你看他又出了一个矿场四个牛了 他这个坦克感觉跟我差不多 我如果强行冲进去呢 也会被他掐住头对吧 所以说不能冲啊 等这个散兵 反正呢我是美国对吧 有这个免费的散兵 时间耗得越长 我的散兵越来越多 这红色也是个美国 你看红色投的散兵对吧 我们在这里造到围墙 反正他没有坦克他打不进来 先围起来啊 然后呢我们就来一个声东机器 这个散兵呢直接投到小黄的后面去 投到后面去 然后我前面呢就掩护后面的散兵 你防守前面 我后面的散兵就可以搞偷袭 然后他没有注意对吧 他好像没有发现 广快把这个散兵蹲下来 只要打掉一个矿场 就会生一个三星大兵 你看他过去防守了 你过去防守我坦克就进攻 这边打掉矿场 生了一个三星大兵 然后他用牛车来进攻 又打掉一个中攻 你看你上去压兵 我这边冲进来打掉中攻 然后你飞防了对吧 飞防了以后不要跟他练战 广快推飞雷 因为他是主战场啊 他的犀牛坦克比较硬 我直接退到家里雷 你敢过来 你过来我就甩地宝 你看这一套组合群 就把他打得元气大伤了对吧 他两个中攻都没了 上面的矿场也没了 但是这个坦克打不赢 推家里雷 搬手修一下 我有地宝呀 然后他只剩下五个坦克了 没的中攻啊 两个中攻都被我打掉了 这五个坦克的好像有几个残血的 他要修对吧 我们也造一个维修车 修一下啊 我也有这个残血坦克 然后他又补了一个中攻 这个时候补中攻呢 为时以晚对吧 有机会就一定要早一点 把他带走 不然等一下他发展起来 又会记恨我对吧 先修理一下 他也在修 修理一下 我这里甩一个地宝 老坦克 把他勾引过来 不要让他修 让他坦克都是残血的 你点我的地宝 我往后面走 哎呀 这一下两下还不好冲啊 我看看能不能再把他中攻摸走啊 再摸走中攻 他就没了对吧 我们还是采用 声东机西 我直接坦克到这边来 闪兵到这边来 等一下我们的头 拐到这边来 你顾前还是顾后 我直接点你地宝 你坦克必须过来啊 不过来我就冲进去 你过来以后呢 防攻车直接串进去 声东机西 又摸走了中攻 你看摸走了中攻 他打中攻 我们直接卖掉 然后坦克路径点杀 直接冲进来 哎 你被我打掉了三个中攻 你坦克补给不上来 你看到没有 就这样 声东机西 一个利用闪鸣 一个利用这个头对吧 一下子就把他打废了 这样小黄就没了啊 小黄没了以后呢 然后看看这边 哎呦 这边两个人比较和谐哟 到现在都还没有分出胜负 哎呦 完了 他出了光灵坦克 这把我中攻 直接给打没了 打没了以后呢 我们管快再照个中攻啊 这个中攻呢 就不能放到下面了 放到下面会被光灵坦克打 我们直接把中攻放到这里 然后再把基地往上面拖 再开发一片矿区啊 打的这里成一个三国局面 我本来想的 等他们两个人打完 我们再打对吧 但是他们两个人不打 他们两个人不打 明显就是要我们打两家的 既然你这个光灵坦克 一直整我对吧 整我的话 我直接冲进来 点掉你的牛车 哎 点掉你两个牛 你看到没有 这个红色呢 我感觉呀 对我的威胁还不是特别大 他没什么经济的 对吧 他的两个牛被我打死了 而且他家里只有一片矿 他家里造了一个黑幕黑起来 但是我感觉 他也没几个坦克 现在对我有威胁的就是那个淡蓝色 那个淡蓝色 你看他只有四个光灵 对吧 你说我 我直接卖掉好了 我造几个飞行兵 你飞行兵过来 直接淋死他 这个红色家里就一点散灵几个坦克 对我有威胁的就是这个淡蓝色 你看淡蓝色家里 有好多犀牛坦克没有动 对吧 我们这个坦克呢不能浪费 哎呀 你看淡蓝色要打我了 要打我了以后 管快把闪名投到家里防守 再把下面的闪名挪上来 你坦克比我多 但是我是主战场 我有闪名对吧 然后红色就打字了 他说呗 淡蓝色我们一起打绿色 你这就过分了呀 这三国局面你还打字对吧 打字两个人联手 那么我们就出个高科技啊 出个高科技呢 我们也造光灵坦克 这个局面呢 我当时我看了一下 如果要打红色的话 那这盘有可能就引个刀了对吧 你看那个淡蓝色这么多坦克 他就停在这里 等我去打红色他就搞偷袭呀 所以说我们不要打红色 我们要打就打有威胁的对手 这红色来的个坦克 你看想炸我油田 广快甩个电线杆 飞行名打一下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把我油田炸了 这油田一炸 这个地方就没了 先打淡蓝色 淡蓝色威胁太大了 他这么多犀牛坦克对吧 我直接派一个光灵过来 只要有一个光灵 还有三波这个闪名 然后再投一波散兵 我这么多散兵加一个光灵 这个淡蓝色有可能就守不住了呀 飞行名打我 我们飞行名防守 然后把基地再拖上来 再开发一片矿区了 这个下面呢 如果红色搞偷袭给大家打 我下面东西我都不要了 反正我有基地就行对吧 红色没什么坦克 就打淡蓝色 散兵走进去 他必须冲 不冲的话 散兵打他 光灵坦克打他 你冲过来你看掐住头 这个地形你看掐住头 排着队过来对吧 直接把坦克全部吃光 然后红色趁机要偷袭我 下面 红色偷袭的不用管对吧 他一时半会打不死我 我们直接冲过来 先把这个有威胁的对手带走 先打死淡淡色 然后上面再放一个矿场 反正我上面有基地 你下面打给你打对吧 下面我不要了 全部卖掉 全部卖掉 反正我上面有基地 有牛车有坦克 然后把这个威胁的对手带走了 带走了 当然是再来打这个小红 这个小红他家里虽然黑起来的 我看不见 但是我感觉他的经济 肯定没我好的吧 我们现在有六七个牛 三片框 我的经济肯定比他好呀 而且他刚开始 被我打掉了两个牛车 他现在就是家里的防守比较好 他家里有定性杆 有光灵坦克 还有飞熊坦克 冲他不好冲 但是我经济好对吧 你看我还有四五千块钱 我们先 我看一下看 你看这里两个光灵坦 两个光灵坦没有用啊 我有光灵坦克对吧 光灵坦克射程比较远 慢慢挪过来 戳掉他的光灵坦 然后他也照光灵啊 你照光灵 我也照光灵 看谁有钱对吧 你光灵赶出来 我就用飞熊坦克打他 然后在这里再放个框场啊 现在我有多少个牛 我好像有七八个牛啊 你看光灵坦克出来 点死两个 你还有钱招吗 我有钱招 你没钱招对吧 然后光灵坦克停在这里 他又跟我队 跟我队没关系啊 我有钱招 这边打我牛 牛车飞走 牛车飞走 坦克过来 你这个坦克呢 只能躲在家里啊 他出来打 他打不赢 他只能躲在家里防守对吧 然后我们再出个船场 准备造航空母舰 上面来就把伞兵飞行兵上去防守 他没钱啊 你看 他光灵坦克出不来了 只有一个了 直接戳死光灵 然后我的航空母舰马上出来了 航空母舰一出来 可以强攻地面 就可以拿得到室里了 你看光灵坦克远程打击对吧 他怎么办 他没有办法呀 他没钱造光灵了 然后这个对手呢 守不住了 直接奔到我基地 你打我基地也没用 就算打掉基地也没用啊 我什么东西都有 武藏俱全 然后基地还打不爆 我再造个维修场 然后这个光灵呢 远程打击 他怎么办 他没有钱了对吧 我飞凶坦克直接杀过来 这个小红一看 大势已缺 直接受不了了 把线投降对吧